好,來看一下立題2 立題2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題目 它要你判斷這個一個程式 一個數值的它的正負的情況 比如說像看一下這個A A叫做-26×27×28×29×30 這個題目曾經在這個基測或是會考的時候 有考過類似的一個問題 它不是要你真正算出來 它只是要你判斷結果是正數還是負數 那這裡呢,我們先跟大家複習一下 你還記得之前我們有說過的 負數乘以負數,負負得正 負負得正 那正呢,正乘以正,正正得正 兩個一樣的呢,乘起來就變成正 那還有呢,就是負乘以正 負正得負 還有呢,正負得負 好,這個地方呢 我請大家就特別注意到這個負負得正 這個意思就是說兩個負號乘起來 兩個負數乘起來 那個負呢,好像可以抵消變成正的 就這樣喔 那這個地方呢,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題目,負26乘以27乘28乘負29乘負30 請你不要把它算出來 你不用把它算出來 你不用把它算出來,那你就是看一下 先看它的符號 負負就得正 也就是說這兩個呢 感覺上呢,感覺上呢,就好像呢 就好像呢,可以把它抵消 這個意思 所以最後算出來的結果,它只有一個負號 所以呢,算出來就是負的 它是算出來的結果是負的 那負多少呢? A呢,它就是負的26乘27乘28乘29乘30 把這些乘起來之後,外面加一個負號 A是負的 那我們再來看B B呢,也還是一樣喔 兩個負號乘起來,負負得正 兩個負號呢,好像可以抵消負負得正 好,再來呢,還有呢 後面還有兩個負號,負負得正 最後呢,這些全部乘起來 那就是,那就是剩下就是正的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這個B呢 這個乘出來呢,結果是正數 那是正多少? B就是26乘以27乘以28乘以29乘以30 B是正的,A是負的 那我們再看C C呢,哇,這個好多負號啊 但是請注意,最後,你看到 最後有一個叫乘以0 最後結果乘以0的話呢 不用考慮,它的答案就是0 結果是正還是負? 不是正,也不是負 我們說過,0不是正,也不是負 C就是0,C就是0 那第四小題比較ABC的大小 我們之前有說過囉 正數比負數大 那0呢,0就介於正數跟負數之間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B最大 再來是C 最小的是負數的A 這個很輕易的可以把它比出來 好,拜拜 好,拜拜 感谢观看